像我们这个年龄 大概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我在上小学 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经常出现 食物的一些短缺 吃不饱肚子 我给大家经常开玩笑 说如果说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 能够衣食无忧的话 我说我的身高有可能比现在 可能还长5到10厘米 所以说当时的这种 食物的短缺 对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植物工厂的未来 对我们的食物安全 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大概在室外 种一颗生菜大概要70天左右 在温室里面大概在50天左右 在我们植物工厂里面 大概在21天到25天左右 也就是周期大概缩短2分的一 同时我们植物工厂可以栽培很多层 比如说10层以上 这个还可以周年的生产 所以它的产能大概是陆地的 40倍到100倍以上 第二就是说 在我小的时候 南方地区中水道的一些地区 这个我们号称叫双墙 墙收割和墙不中 晚上12点下地 到中午12点才回来休息一会儿 然后继续进行劳作 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如果说用植物工厂的话 我们可以穿着这个整洁的工作服 在一个完全舒适的环境下 在一个工厂化的条件下 进行这个农业生产 也就是说像采业工人一样 这个安适的上下班 现在这个植物工厂呢 在全球发展很快 我们现在这个研制了一种 全知能化的植物工厂 高度大概达到20寸 这个完全用机器人和机械手 来进行植物生产的这个系统 这个机器人呢 把种子播种到我们的栽培槽上 然后进行工厂化的鱼苗 这个鱼出苗子以后 我们再通过一个机械手 把它送到指定的一个位置上 进行栽培 二十二天以后啊 机械手把它移出来 进行这个包装 未来我认为它的这个情景啊 可以伸展到社会的国各角落 像一些岛礁 建船 这个高原哨所 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 这个未来的空间站 现在呢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像月球 包括火星 有外太空的探索 都有可能成为植物工厂的应用的一些空间 植物工厂的发展 能推动工业和农业的融合 带动工业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同时呢还带动向健康业的产业的发展 所以植物工厂呢还是很有前景的 也是显示一个国家 农业高级市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植物工厂技术目前已经想推广到美国 英国 新加坡等等一些国家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应该说 未来可能也是技术水平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中国的同行的不懈的努力 把我们中国的植物工厂的技术 这个推向世界 也像我们的高铁一样 这个成为我们中国最靓丽的一张铭片